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神为直至的公益团体 本会成立的宗旨有四点 第一点就是为了弘扬中华固有道德文化 第二点就是推动心灵改革净化人心 第三点我们也透过讲助青年学子 能够让他们能够敦品从里 能够制到立得 那么第四我们也推动终身的学习 从事推动社会文化教育工作这样子 透过读经将中华文化 儒家思想往下扎根 可以培养孩子们的品格 更可以提升社会的风气 因为读经的有它的一个实质的一个效率 而且也有它的一个可用的理论基础 那么能够实践出来 变成很明显的可以做到一个见证 包括了心灵的启迪 包括它的这个记忆力的一个增加 可以产生往后更大领域的一个多元的学习 另外能够保持它一个清静的一个心灵 能够面对往后社会这一切的一个挑战 所以从小孩的读经 那么蓬勃发展 我们这样已经产生对整个成人 必须要的这个经典教育 那么这个都是人类最大需要 产生后来延续出来的智慧的增长IQ 不孝父母 拜神无益 父母总是不求回报的默默付出 因此要能懂得体谅父母的辛劳 父亲就好像是我们的佛国 母亲就好像我们的佛福少 他这么慈悲 宁愿的佛国佛福少 我们都不懂得礼敬 孝顺的话 那真的是拜神无益 基金会所举办的孝亲品格体验营 藉由青森活泼的课程 学习伦理玉礼节 以体会父母平日的辛苦 基金会给于士林成立社区大学 提倡终身学习 还举办过敬滩活动 证明卢家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动 变得更加生活化 文家基金会在极力推动的两个项目 一个就是我们社区亲子 偶统读经班的继续推广 那么第二部分 也就是我们对这个孝道 这个孝亲活动的一种推广 可能我们也针对各个阶层的需要 设计不同的一个活动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号在台北小巨蛋是盛大举行 全球的职工总计超过有14000人来出席 几乎是挤爆了小巨蛋 而副总统吴敦仪还有立法院长王金平 以及国民党荣誉主席吴波雄等人 都亲自来现场表扬志工们的无私奉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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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德后福 百代心传 全球志工表扬大会 即不休息菩萨成道五周年纪念 由一贯道发一崇德道物中心主办 崇德 崇人 崇礼 崇艺 光会五大文教基金会协办 全场一万多名文化志工们 包括国内七大分会 海外六大分会 13个办事处志工团队 12月9日齐聚在台北小巨蛋 1500人以着力与美的大型歌舞精彩演出 将崇德志工精神 敦品崇礼 智道力德 知恩 感恩 报恩内涵 透过舞蹈展现 呈现出文化艺术的道风 在震撼的音乐灯光影像映衬之下 贯穿活动主题精神 洋溢着活力 充满着温馨 展现新手相连 使命承担 共为社会祥和 并祈祷世界和平的感恩礼赞 历经一年时间策划 克服了许多演出的问题 挑战者以往不可能实现的想法 节目活动在舞台 灯光 音乐 创意 艺术 编导 都超越以往水准 将文化志工团队精神 融入在歌舞的创意中 大家同心同德 尽心尽力 将每个人 一点一滴奉献的智慧和力量 汇聚成一股巨大的能量 让这次感恩纪念大会 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